把梅西纹在身上 将梅西比作神 在阿根廷 他是球王最虔诚的信徒 梅西身边的守护神 有谁敢对梅西不敬 他第一个就废了他 一生转战三千里 一剑层当百万师 他以一己之力 在梅西身后铸起了一道叹息之墙 他就是阿根廷三观王的公骨之臣 尼古拉斯奥塔门迪 在这个星球上 敢叫尼古拉斯的没有几个是擅长 打小奥塔门迪便从拳台起步 接受过专业的拳击训练 而这也为日后的铁背生涯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十岁上演职业生涯的首秀 二十二岁第一次亮相世界杯 恩师马拉多纳慧眼诗珠 将他提拔进了国家队 尽管第一次世界杯之旅 奥塔门迪还是个愣头青 在场上出现了重大失误 但普超豪门布尔图 还是义无反顾地牵下了他 转战布尔图的奥塔门迪 很快就成长为了球队的后防领袖 布尔图的破防利器 在收获了一堆冠军后 他又从布尔图转战至瓦伦西亚 来到瓦伦西亚 球队也将他转租给了米内罗竞技 而这也导致他的西甲手袖一拖再拖 从而落选了2014年世界杯的 阿根廷国家队大名单 奥塔门迪在防守端的出色表现 吸引了英超曼城的注意 2015年的夏天 曼城豪制4500万欧 将其带到了英超 从普超到西甲 从西甲到英超 奥塔门迪受到了瓜地奥拉的重用 成为了瓜帅麾下的一员大将 2018年世界杯本应该是梅西封神的一年 然而八分之一决赛占法国 奥塔门迪却在最后的时刻 鞭尸伯格巴 制造了一场混乱 从而帮助法国拖延了时间 导致阿根廷黯然出局 对于31岁的梅西来说 那几乎是最后一届世界杯 即使还有下一次 也已经无力再争贯 奥塔门迪的不理智行为 几乎终结了他与梅西的国家队生涯 在告别曼城离开英超后 奥塔门迪来到了普超 加盟了另一家普超豪门本菲卡 在世人看来 奥塔门迪回归普超就是养老 然而这位球场恶汉 却用最后的荣光完成了自我救赎 一步踏上了巅峰 普超冠军 欧冠八强 担任队长的奥塔门迪 成为了本菲卡的防线领袖 也终于真正成熟 而在阿根廷 斯卡洛尼的上任 让阿根廷国家队起死回生 也让奥塔门迪完成了涅槃 2021年美洲杯冠军 2022年欧美杯冠军 史无前例的三连冠 立造了堪比神话的传奇 为了纪念这样的成就 他在自己身上新增加了个纹身 阿根廷队长梅西 在他的心中 梅西早已是独一无二的神 纵然奥塔门迪已经36岁 但为了梅西 为了阿根廷 只要他还能跑 那就一定要占到底 这就是一代铁位的意志